OK 那我們就進入到課程二的部分 課程二專門談地回 為什麼我們要談地回呢 因為我們 跟各位講過課程一課程二的話呢 主要來跟各位回顧一下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分析個演算法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時間複雜度的分析 然而我們之前在資料結構 或是我們在課程一的時候 從來沒有跟各位談過 當你今天設計的演算法 如果它是地回形態的時候 它的時間複雜度怎麼分析 對不對 我應該沒超過嘛 好 那這邊專門就是來教各位 你地回演算法怎麼做時間複雜度分析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教這一段呢 因為在往後我們在談一些解題策略的時候 我們會常常使用到地回 來幫助我們去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說地回演算法的分析 我們就要特別去強調它 OK 好 那我們地回演算法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談到哪些內容 首先一樣啦 幫各位很快的回覆一下 地回它的第一根種類 還有說recursion跟nonrecursion 這兩個不同演算法的寫法 他們之間的一個比較 這是我們在資料結構都談過了啦 所以我們很快就跟各位講一下 還有就是我的recursion algorithm 怎麼去做設計 也就是一個演算法 地回演算法怎麼去做設計 基本上來講前三個部分 全部都是我們資料結構談過的 那比較重點的部分在後面 地回演算法的它的複雜度分析 我們該怎麼去談怎麼去做 基本上地回演算法的複雜度分析的話呢 有四種 有數學解法 有替代法 有地回數法 有支配理論 這些 這四種做法 這四種分析方法的話呢 都可以幫助你去分析一下 你的地回演算法的效能 OK 那你們也不用擔心啦 基本上這四種方法的話呢 他們基本上有他特殊使用到的 那個時機齁 我們後面會幫各位去分析一下 這四個分析方法的使用時機為何 OK 所以說你們不用擔心齁 然後這邊我們會做特別的介紹 來 所以說我們先幫各位很快回復一下 過去你們所學過的這個 recursion algorithm的概念齁 一般來講齁 在程式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段程式法 要做重複執行師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要嘛就用回圈 一個要嘛就用地回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這邊講地回嘛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介紹那個recursion 那recursion來講的話呢 它的定義是指說 如果你的algorithm 它本身自己可以呼叫自己的話呢 就代表說你這個演算法 具有所謂的地回的特性 好 那這時候來講的話呢 地回有哪幾種類型呢 有所謂的直接地回 間接地回 還有所謂的尾端地回 之前跟各位講過了齁 直接地回的話呢 就是函數自己會呼叫自己 那間接地回的話呢 就是兩個方選之間會互相空 它不是自己本身呼叫自己 它是要透過別人來呼叫 回它自己本身 是地回呼叫 間接地回齁 然後還有所謂的尾端地回 尾端地回的話呢 它是屬於我們直接地回的一個特例 也就是說我的function code 是在最後一行 function code是在最後一行 那如果 那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跟你們講過啦 有些人會認為說 它跟直接地回幾乎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會把它當成一個特例 特別拉出來呢 因為我在資料結構 曾經跟各位談過一件事情 其實地回演算法 有時他們在執行的效能上面 效率來說它沒有那麼好 比起那個回圈的寫法來說 它可能會佔用一些記憶體空間 記憶體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效能嘛 那這時候我們會做改寫的動作 地回改寫成回圈 但是今天你尾端地回 跟那個前面的直接地回來講 他們改寫成回圈的做法 就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 基本上我們從地回改寫成回圈的話呢 它是有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步驟 那只是說呢 尾端地回的改寫 跟直接地回改寫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拉出來 特別去講它 OK 如果你們有興趣 要學這種改寫方法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找我 教你們怎麼改 OK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假設你們故意到效能情況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 用非地回的方式 來做設計會比較有效率 也就是把它改成回圈的方法 只是說改成回圈方法的話呢 它是有一定的流程 那未來有機會 我再教各位 好 我們先介紹到這裡 那待會禮拜託 我們再繼續往下談